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35万美金起 加上定价加上加装升级 大概最后的价格最少要在37万左右了 社区是带大门的社区 是一个封闭式社区 社区的活动中心呢不太大 就是像视频上这一点点 然后整个社区也没有太多的景观可言 但是位置是非常好的 又是几乎高中唯一的新闯社区 所以是非常抢手的 但是个人认为苏寿比好像差了一点 嗨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GG 休斯顿房屏 今天我们要看到这个房子呢 是一套位于休斯顿Kitty非常非常好的学区的一套新房社区 这个新房社区呢 其实还没有正式开盘 但是我们已经拿到了价格和拿到了小区的一些资料 这个小区是位于休斯顿West Park这条高速公路的旁边 然后是带大门的封闭社区 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离高速公路太近了 它有一部分肯定有点吵 因为确实离高速比较近 整个社区呢 是分40尺宽具的房子和50尺宽具两种的 40尺宽具的房子的感觉就是比较窄 有点像condo的那种宽具 那50尺宽具呢 就是比较正常的别墅的宽具了 价格不太低 40尺宽具的房子起价就35万美金 加上币啊 加上家装 差不多要37、8万美金能拿下来的这种感觉 所以如果您投资的话 我觉得可能面积和价格来讲 它的投资的租售比可能稍微低了一点 但是学区很好 位置很好 以后的增值空间还是比较好的 如果您对这样的很好的学区又低税率的学区房 非常感兴趣的话 请看下去吧 今天我们看的这个房子是一套位 就算七湖高中唯一的新房社区 这个房子的社区很小 一共就100套还是多少套房子 然后我们今天看的这个呢 是一个40尺宽具的 很明显40尺宽具就比我们平常介绍的所有的房子都要窄 你看这就是40尺宽具的 它隔壁的这个宽一些的 这个宽一些的就是一个50尺宽具的房子 你看这两个就非常不一样 这个50尺宽具的房子旗舰就40多万了 这个40尺宽具的最便宜的旗舰是35万多 这个房子我们一开门 就是这样的一个楼梯 这个楼梯就比较冲门了 但是因为它是一个40尺宽具的房子 它稍微比较窄 所以楼梯也很难坐到边上去 可是只是这一个户型楼梯冲门 它有很多户型楼梯都不冲门的 这是一个去车库的门 然后我们再往里走呢 就是厨房和客厅 因为样板间没有开放 它们现在还在打扫卫生 我们就先来拍一下 现在的价格已经出来了 可是具体的售卖还没有开始 然后这边是一个pantry 40尺宽具的房子呢 差不多最大的面积在2300至2400尺左右 所以确实面积不是特别大 这个真的有点像洛杉矶尔湾那些房子的既视感了 就是窄了很多 然后呢这边是有一个这样的dining room 这个户型还不错 起码dining room还有那个主卧都在楼下 他们有很多的户型主卧都在楼上了 然后这边是主卧 它主卧的门口还有一个洗手间 其实也不算主卧吧 它就是一楼的一个卧室 这有一个洗手间 然后旁边是一个卧室 一楼设置了一个卧室之后 整体的感觉就是要舒服很多 起码如果家里有老人不方便的话 是可以在一楼休息的 然后这是一个sliding door 这个推拉门是要加钱的 然后外面就是它这个院子 这个院子每一个院子基本上都这么大 或者还不如这个院子大 因为它毕竟是占地比较小的房子 所以说实话 这个地方很好 位置很好 建商很好 可是价格真的不便宜 2300尺将近389万的样子 租也不可能租到就是非常高的价格 但是自住的话 七湖高中这个就没得说 我们再往上走 这就是上二楼 墓地板是家装 二楼所有的墓地板都是家装 上来之后呢 还是分了左右两边 我们先去左手边看 左手边这边呢 这是有一个洗手间 这个洗手间是两个卧室 共用一个洗手间 是这样子的 然后正好 两个卧室分为 别在两侧 这是一个卧室 这个卧室的面积还是挺规整的 这个床是个queen的床 然后这是另外一个卧室 它的这个床都是queen的床 然后我们再去另外一边看看 这个户型呢 楼上是有一个game room 一排比较小的窗户 然后再往里走 这边才是主卧 这边是主卧的衣帽间 往里走 这是主卧的洗手间 这个样板间所看到的这些东西都是家装 山级 比如地面啊 然后台面啊 这些都是家装山级 然后里面是一个马桶间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主卧 学区很好 低税也低 物业管理费也低 就是房子 其实价格 我觉得还是挺贵的 这就是 我们今天看的这一套 四十尺宽居的七湖高中 低税率新房 我们今天看的房子 位于这样的一个位置 它是一个新房社区 也是 休斯顿南Kitty 我们现在画出的这一块 都是休斯顿南Kitty的这个方向中 非常好的一个位置 它离West Park高速 也就是我红笔画出来的这条高速 和数项 99号高速公路的交叉口 非常的近 位置非常方便 现在我们就看一下 在整体的大地图上的一个感觉 现在我们看到的 就是整个大的地图 我们看到的这个社区呢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位置 这边是整个休斯顿南Kitty 往下走的这一块是Sherland 这边是中国城 往上走是Cypress 再往这边是 Tumbo 机场 Spring这些区 然后我们就看到了 这个地方呢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位置 用黑笔再画一下 就是这样的一个位置 然后它的位置是特别好 到中国城的距离也非常的近 现在我们就看一下 它到各个地方的距离 是什么样子的 比如说它到中国城 照中国城的距离 是不太到20分钟 是特别的方便的 到休斯顿南Uptown 也不太到半个小时就到了 到医学中心的距离 在40分钟以内 就到了 所以说这个位置呢 特别的好 然后学区又特别的好 它的价格相对来讲 是不太低的 40尺宽距 35万美金起的价格 如果您对这样的学区非常好 然后位置非常好的房子 感兴趣的话 请联系 GG休斯顿地产团队 我是GG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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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